各位同学,你们好,欢迎你来继续收看我们的作文专题系列讲座。 今天我们还将继续进行专题二,作文方法的指导。 在这一堂课,我们将学习第三类的继续文,就是写景继续文。 我们平时呢,既然是生活在人群当中,而且呢,又生活在自然景物和社会景物组成的一种环境中。 所以呢,我们呢,常常可以见到日出日落,也可以见到风雨云雾。 我们呢,曾经走过公园的街巷,也曾经会去过机场码头。 那么,优美的一些自然风景呢,一定会令我们人们留恋忘返。 那么,平时的那种舒适的生活,或者是舒适的工作环境呢,也一定会让我们人们安居乐业吧。 这些东西呢,这么美好,那么自然都是可以让我们去用笔绘画,去描绘的。 值得呢,我们用我们的笔去描绘它,去歌颂它。 那么,所以呢,学会呢,怎样描写景物的这种文章,自然就是我们作文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项。 那一般上呢,景物,写景的文章,包括自然景物,人文景物,还有生活场面,以及游戏等等。 分为四小类,第一,叫做自然景物。 第二类呢,是人文景物。 什么叫做人文景物呢? 就是指啊,包含的人类文化色彩的景物,而不是纯大自然的,就叫做人文景物。 第三呢,生活场面。 生活场面。 这也包括在写景继续文当中。 第四啊,游记。 我们上哪里旅游? 回来之后呢,把旅游的过程,旅游时的感受写下来,也叫做写景继续文。 包括在景里边的。 好,那么写景继续文,同学们要想写的话,需要注意些什么呢? 下面呢,告诉大家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。 是必须要注意的问题。 如果我们想写好一篇写景继续文。 首先要注意,善于观察。 你一定要注意,无论是你走到哪里呢? 你都要善于观察。 观察周围的东西是怎样的。 那么呢,不但呢,要知道它的形状,还要看出它的颜色等等吧。 各个方面你都要观察。 那么在你写的时候,才能够写得细致,也才能够写得全面。 那第二一点,我们要注意的呢? 就是说,要抓住景物独有的特点。 抓住景物独有的特点。 独有的特点。 那么任何景物呢,都会有自身的特点的。 那么同学们呢,要想写的话呢,你必须要把它每个景物不同于其他景物的地方写出来。 比如说,东海岸公园和西海岸公园就不同了。 那么你抓住它们的不同的特点写出来,你才能够写得形象。 才能够写得鼻针。 而且呢,能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个问题。 第三个要注意的问题呢,就是要写出景物具体的形状啦,颜色啦,动态啦等等。 那么任何景物呢,就是要写出景物的形状啦。 那么我们要写出景物,非常具体的形状啦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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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态。 那么任何景物呢,总有自己的形状、颜色和动态吧。 那么这是景物呢,互相区别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。 比如高楼大厦呢,还有方圆形各不相同。 比如说不同的树木呢,绿色的深浅,浓淡各不相同。 那么微风中的海和狂风中的海,当然也是不相同的咯。 只有抓住并去写出这种景物的不同的形状、颜色和动态。 那么才会写的非常的逼真。 让读者呢,就仿佛看到一样。 那么你写出来的这个效果呢,就是非常的淋漓尽致。 让人有一种心灵其境的感觉。 第四条呢,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啊。 就是要在描写景物当中呢,注入作者真实的感情。 写景中,注入真实的感情。 注入真实的感情。 啊,因为描写景物的文章啊,是最怕没有感情的。 人们常说一个词啊,叫做触景深情,借景抒情嘛。 什么叫做触景深情呢? 就是碰到某一个景物呢? 就是碰到某一个景物呢? 就会产生某种感情,叫触景深情。 那么还有一句话呢? 那么还有一句话呢,叫做借景抒情。 常常呢,有很多人或者喜或者是飞, 他是借着景物呢,来表达出来。 那么就叫做借景抒情咯。 好,那同学们呢,要知道,我们呢,看任何一个景物呢, 人总不可能是无动于衷的。 这个景物呢,或让你烦,或让你喜,或让你怒, 总而言之呢,都会让你有一份感情。 那么只有把这样的感情融入到你的景物当中, 你这篇文章才能写的活起来,啊,也是是才能够做到有意义。 不然你就是写一个死的景物,有什么意义呢? 而且呢,还能够让自己的文章活起来,就是有生气咯。 这就是我们写继续文,同学们首先要弄明白的四个必须注意一下。 接下来呢,让我们再了解一下写景继续文, 我们必须要掌握的一些基本常识。 也就是说基本知识吧。 那么有哪些方面需要我们了解一下呢? 首先呢,第一点,同学们必须要了解, 我们写景的时候呢,是要按照一定的顺序去写。 这就是要弄明白,在写的时候呢,是要知道写景的顺序。 那么写景都有哪些顺序呢? 有三类顺序。 第一类呢,就叫做时间顺序。 时间顺序。 第二类啊,叫做空间顺序。 空间顺序。 第三类呢,是时空顺序。 时空顺序呢,就是把时间和空间顺序呢,融到一起的一种顺序。 这三类顺序呢,我现在分别给同学们几个例子。 让你们呢,了解一下。 首先,我们第一类的时间顺序。 有这样的一篇文章。 叫做观落日。 那么我一边读呢,一边给同学们做上一些标记。 他说观落日,当然就是看太阳下山啊。 他说为了看落日的景象,我爬上了山顶。 这时候太阳已经西斜了。 同学们看,他用了一个这时候。 这时候,来表明时间。